嗨 今天想要來介紹一本書 是這一本 他是由四一所撰寫的 《寂寞太近,而你太遠》 那 他是之前幾年前就出版的 那後來二版再改寫 就是有在多新增的一些內容 他是說之前出了很暢銷 那已經距離了五週年 所以就在出了一個 新的版本 那這一本呢 就是 他的設定的族群是 在愛情當中掙扎 或是你委屈自己啊 強人淚水 或者是說 甚至有遇到一些劈腿 或是已經分手這一些 比較晦暗、陰暗 比較低沉的人生的人 對 那其實也不見得啦 因為就是 我也不是這些族群 所以就想說 其實還是蠻值得看一下的 對 那 他比較像是一段一段的小品 所以 我覺得他切的篇幅的長度 蠻適合 其實現在人很忙碌 你可能睡前 你一天讀一個章節 或是搭車的時候 一次讀一點點就好了這樣子 對 好 那 其實 不可能介紹整本書 不過我覺得可以 就是挑一些 我覺得看到 就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可是就我自己覺得 跟你們覺得 有可能是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 他有講到說 我們都不完美 但總是努力想要讓自己更好 這個過程很難 可是你可能也想要放棄 可是也走到了現在 那 提醒著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可以讓你覺得自己不重要 除非是你自己這樣認為 所以我覺得 他講的蠻好 是你不要讓別人 不要用別人怎麼對待你 來決定你這個人是不是值得被愛 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值得 我想你很清楚 如果你沒有做錯 是你發自內心好好對他 那怎麼會說自己不值得被愛呢 對 我覺得這是給 很多遇到困境的人一種鼓勵吧 你不需要在那邊自我懷疑 在那邊迷惘 對 所以 很多人會用自我否定這樣的方式 然後 這沒有幫助 這只會讓自己繼續 陷在你覺得很難過的一個環境當中 所以我覺得 轉個念 然後讓自己走出來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後 另外還有看到一句話 是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 以前的你總希望有個人來讓自己過得好 但愛情從來都不是誰讓誰好 而是讓兩個好的人再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句話很好欸 因為大家都會在探討說 你今天應該找一個 跟你互補的人 或是跟你相似的人 或者是說 有些人在愛情當中 他會說 因為跟他在一起 然後可能成就了我 或是讓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但我覺得並不是這樣 就是 讓你變得更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不是都是靠對方怎麼樣怎麼樣 你一定也是有付出 所以 我覺得在 談戀愛 要進到戀愛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應該 是一個 很完整的自己 然後很健康的自己 然後你才去走進去感情 而不是說 我現在好像 哪裡缺離快 哪裡有 有傷痕 那我希望找到一個人 來幫我補足這一塊 或是來幫我 填滿 填滿這一塊 或是來治癒我的傷痕 就是這個心態就會比較不好 我覺得應該是把自己準備好 你單身的時候 你準備好自己 那 呃 有適合的人的出現的時候 你就不會在那邊 以為說 可是我覺得我不夠好 配不上什麼的 對 或是 我配不上人家 我是需要 我是比較弱勢的 需要人家幫忙的 我覺得 就 不用這樣子想 對 呃 然後我看看 喔 喔 就是 成我剛剛講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句話 我覺得呼應得很好 就是 呃 一個人不能依賴 另一個人的給予 來得到 得到快樂 這樣太不自然了 而且也太不保險了 所以說 萬一你是用這樣的心態 在感情裡面的話 那萬一你突然失去了一個人 就會 很慘 對 所以 你一個人的時候你要先很開心 你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 喔 這段愛情或這段回憶 非常的刻苦 鳴心 嗯 這是 我覺得 呼應得很好的一句話 我看看 喔 然後在 感情當中 或是跟人的相處當中 都會遇到吵架的時候 然後他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吵架呢 在這之前 你應該要學會和好這件事 對 因為 不應該是靠爭吵來奪回優勢啊 那他有講到說 吵架的人是沒有耳朵的 在某一個爭吵的瞬間 你捂住耳朵 抵擋住聲音 不過就一個不經意的動作 突然你就明白了 吵架跟溝通的差別 所以差別是什麼 就是耳朵有沒有打開 你有沒有在聽別人怎麼講 所以 吵架跟溝通最大不同 並不是說聲音大也小 而是你有沒有在聽 所以 一個就是你一直講 然後要對方接受 然後對方怎樣你都不管 一個是 你有在聽 然後你可以去想對方講的話 跟你一下的處境 跟你能不能接受 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去找一個磨合點 所以 吵架他其實是一種 只為了自己好 但是要忘記說 在感情裡面 愛情其實是想要兩個人好 所以吵架這件事不值得做 因為 吵架都是為了自己好嗎 但是你們應該 目標是要兩個人好 所以你們要做的是溝通 而不是爭吵 對 以上是我看到 比較有感的點啊 對 啊當然 我覺得他的文字非常好讀 你就是會順順的讀過去 可是卻覺得 有一些字句好像就很有感喔 觸動了你自己的心情 或是 或是你曾經有的經驗 對 所以 啊 就 好不容易讀完了 對 在忙碌生活上讀完一本書 希望 有興趣的人也去買來看喔 掰